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模一样的系统 我们有质量M,有弹性系数为K的弹簧 有阻尼系数为B的阻尼器 然后这时候我们外加一个外力 然后这个外力是一个sine-soidal function 是一个正选函数 F0是它这个正选函数这个力的正幅 然后它的角频率是Omega 那我们施加这样一个外力在这个系统上面 那么这个质量为M 它的全部所受到的力 就是它的加速度乘上它质量 MA等于Mdt平方分之d平方x 就会是这个弹簧的力 阻尼的力还有这个外力的核 那弹簧的力是负的Kx 阻尼的力是负B乘上速度 V就是负B乘上dt分之dx 然后跟这个外力F0sinOmegaT 好 那对于像这样一个方程式呢 它会有两个部分的解 一个部分的解 就是你不要考虑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你不考虑 那这个部分的解 我们之前已经解出来的 它的解的形式就会是 xA0e的负αT exponential i负iOmegaT 那这个是 这个函数它自己 这个方程式它自己 在没有外力的情况底下 时候的解会长成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解呢 它会随着时间会自然的Decay掉 所以当时间远远大于0的时候呢 这一项的因素就会消失不见 因为它有个exponential Decay的这个Ten在这里 这一项会消失掉 然后呢剩下的部分 就是我们所加的外力 所造成的解 那我们所施予的外力 角频率是Omega 那我们的这个解呢 它的形式自然而然 就会和你所施的这个频率一样 那我们就叫这个解 是A的1的iOmegaT 那前面这个对应到这个是0的这个解 就叫做Homogeneous Solution 那么对应这个不是0 有一个外力是在这上面 那这样的力 我们就把它叫做Inhomogeneous Solution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关心的 就是这个Inhomogeneous Solution 那如果说这边是一个 乱七八糟的力的形式的话 我们后面会讲 怎么样处理一个乱七八糟力 不是这样正弦正当 或者是余弦震荡的这样的力呢 我们怎么去处理它 那这里呢 我们就假设我们所施的外力 是一个这个Sinosoidal Function 一个胜弦函数在这里 那我们的解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那个这一项会随着时间decay 我们就不要理它 好 那我们有了这样的解的形式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套到这里来 套到这里来 套到这里来 那我们呢 依次把这套进来呢 它就会等于M A 那微分两次 就会得到负的Omega平方 然后E的I Omega T造超 然后带到这边来 就是负K A的EI Omega T 带到这边来 就是负B 然后呢 I Omega 微分出来就提出来 I Omega AEI Omega T 然后呢 这个F0Sin Omega T 我们就按照我们之前讲Facer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Sin Omega T 我们把它视为是E的Sin Omega T 我们就把它视为是E的I Omega T 那我们这样子解出来 最后我们要记得 我们这样求出来的X 最后一定要取虚部 才是我们真正的解 因为我们在这里做的时候 我们是取 这个东西取虚部是它 这个东西取虚部是它 那我们最后解出来的这个X呢 也一定要取虚部 才会是真正的答案 因为我们真正取了虚部 好 那这是我们要切记在心 因为我们用的是Facer的这个方法 那这里呢 为了方便起见呢 我们把K除以M的开根号 我们把它叫做Omega 0 然后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稍微简化一下 那么这个有A 有A 有A的部分提到一边来 这个A 提到左边来 然后呢 这个M Omega平方 负号 那就是M的负Omega平方 然后呢 这个负号 负K提过来 就会变证K 然后呢 把K除以M的开根号 用Omega 0去带它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M Omega 0平方的这个项 好 然后呢 这个提到左边来 那就会由负变证 就变成I B Omega 然后F0 再分母 然后这个 E的I Omega T E的I Omega T 这个通通约掉 所以我们就可以解除 A就等于 M的Omega 0平方 减Omega平方 加上I B Omega 分之F0 F0是我们所施加外力 周期性外力的这个正幅 然后呢 M Omega 0平方 就是这个K 然后呢 这个B Omega 就是这边这项 所以我们解出来的A 就是这个样子 当我们解除这样的A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看 这里面的F0是实数 那我们来看看分母 分母呢 是M Omega 0平方减Omega平方 加上I B Omega 好 那这是一个标准的A加Bi的形式 好 这我们假设这边把它叫做A 这边把这整个东西叫做B 所以是一个A加Bi的形式 那我们一个A加Bi的形式呢 我们可以怎么看它 因为A加Bi是一个负数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负数平面上面呢 标出这个点 就是AB 那这个点呢 到原点的距离呢 就是根号的A平方加B平方 这到真的距离 A平方加B平方 然后呢 这个所对应的角度 那就是Delta 好 那Delta的值会是多少呢 会是Arctangent A分之B 因为这个是A 这个是B 所以Arctangent呢 A分之B呢 就是这个Delta的这个角度 所以这个点 你如果用负数去表示它 A加Bi 你用这种Exponential的函数去表示它 就会表示成Exponential的E的IDelta 然后乘上它的这个半径的这个距离 就是根号A平方加B平方 所以呢 这个Ferm 我们就可以这样把它表示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A 这个就是B 然后呢 这里面的Delta 就是Arctangent A分之 这个Delta就是Arctangent A分之B 那因为这个是在Ferm 当我们把它提到分子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Exponential负的IDelta 因为原来写在Ferm 是在Ferm的E的IDelta 那换到分子就变成Exponential负的IDelta 然后呢这个前面的这个正幅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A加A平方加B平方开根号 那就是这个的平方 加上这个的平方 所以是根号的M平方 Omega0平方减Omega平方的平方 加上B平方Omega平方 分子F0 然后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Delta 就是Arctangent 这个分子这个 然后注意为什么会有负号 因为我们把它从分母把它提上来 那这个全部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叫做A的绝对值 因为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正数 这下面也是一个正数 然后我们就把它叫做是一个 这个A的绝对值 然后它的相位的部分 就是Exponential负的I的Delta 好 那我们把这个A求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A带到这里面来 所以呢 我们真正的X就会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要取虚步 因为我们这边 从这里变到这里来 变成1的I OmegaT 那变回去的时候就是要取虚步 所以我们的X就是取虚步的 A的绝对值 1的IDelta 然后呢乘上 这个1的I OmegaT乘上来 然后全部把它取虚步 所以真正的X值 就会是这个东西取虚步 好 那这个东西取虚步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就会变成A 然后呢 这个ExponentialI OmegaT-Delta 然后就变成AcosOmegaT-Delta 加上Isin 这要刮乎 IsinOmegaT-Delta 好 就变成这样 那我们取虚步的话呢 就是取这个跟这个 所以就是A绝对值 SinOmegaT-Delta 好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解出来的X 好 你可以看得出来 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用这样的 ExponentialI OmegaT的 ExponentialI OmegaT的方式 带进来 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把我们要的这个解 就把它解出来 非常的简单 你们在大一下学期解电路学 大二的时候解电子学 电池学呢 都会用这样的方法一再出现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解有什么样的特性 X等于这个东西 其中有两个部分 我们进来的 力的震荡的函数是SinOmegaT 可是我们的震荡出来的这个解 这个位置 M的这个震荡的这个位置的解 跟我们所示的力的解呢 差了一个Delta的相位 而且是延迟 是一个延迟 就是力比较早 位移比较慢 差了一个Delta的相位 所以我们这叫FaceShift 等一下我们仔细看看 这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另外它的震荡呢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 在这样震的震动的这个震荡呢 震荡的值会是 这一个东西 那这一个东西呢 就是震荡 这个就是它震荡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震荡呢 会随着你的Omega而变化 就是说我所示的外力的Omega 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的震荡就会发生变化 那震荡什么时候会有最大值 就是当你的分母有最小值的时候 你这整个东西会有最大值 那你的分母呢 Amax会发生在有最小值 那就是当Omega的这个值呢 是等于这个东西的时候 分母会有最小值 整个震荡A会有最大值 那它的随着Omega的图呢 画出来呢 它会长成像是这边看到的 这条红色的线 就是呢 Omega在很接近Omega0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Omega很接近Omega0的时候呢 它会有它的最大值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它会是这样子 就是当Omega非常接近Omega0 事实上是这个值的时候 它会有最大值 然后呢 我们通常会叫 这个震荡器 说它有一个平宽 那它的平宽呢 叫这个Bandwidth 就是说 当它的震荡呢 的这个震幅的值 是最大值的一半的地方 然后这个所对应到的 角频率的范围 那这个就叫它的Bandwidth 那我们通常会把它叫做是 DeltaOmega 那这以后也是你很常看到的 那至于这个平宽的定义 有时候是定在最大值的一半 有时候是定在最大值的一分之一的地方 都不一定 那就看 这个你所用的这个问题 它的这个定义 那这样子我们就把X求出来 然后呢 它的解的形式是怎么样 我们也知道它的震幅 它的相位延迟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解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Frequency Response 就是呢 如果说我们的外力 是长成这个样子 我这边虽然写成是F等于F1 F1代表这个外力的这个正乎 1的I Omega 1T 我们写成这样子的时候 你要注意 我们事实上讲的是 我们所思的外力 并不是一个负数的力 事实上是 这个负数的力呢 你可以取它的实步也可以 你取它虚步也可以 它真正是代表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我们把这样的力带进来 我们的方程式之后呢 那你这边如果说取力 是取实步 你最后解出来的X也是取实步 你如果这边取得力 是代表的是Sine函数 是虚步的话 那这边也要取虚步 才是它真正的解 那我们把这样的函数呢 带到这个东西里面来 我们就可以把X把它解出来 好 那这个X解出来呢 我们这个不随着时间 Decade的这个部分 就是一直在正常的部分呢 就会长成A的1的I Omega 2T 减Delta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然后这个A会长成这样子 这就是它正乎的部分 这就是它的Delta 它的相位的部分就是这样 那Omega 0是这个 然后呢这个图 我们刚才看到了 然后呢 你看一下Delta代表 Delta值的 Delta值呢 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如果说进来的F呢 是 抱歉我这里写了 是F1 所以呢 我们这边的这个解呢 这边也必须是F1 那这是F1在这里 代表说我们是用 这个 正幅是F1 然后呢 角频率是Omega 1 那我们这边也必须是Omega 1 刚才口误 讲成F1 好 抱歉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 震荡呢 这个 质量M的位置呢 随着时间变化呢 它就长成这个样子 它有它的正幅A 然后还有它震荡的角频率F1 这个震荡角频率F1 就是我们所思的外力的F1 的这样一样的这个频率 好 然后 这个 相位角 就是 我们的这个 位置跟所思的力 他们会插一个相位角 所思的力呢 在某个力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呢 会有一个相位的延迟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意思就是这样 假设这条红色的线 是我所思的力 随着时间的变化 那我所看到的这个震荡 会是绿色的这一条线 它的最高峰的位置 会有一个相位的延迟 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会有个相位延迟 这个相位延迟 所对应到的角度 就叫做Delta 就是这边的这个角度 就是这个角度 就是这个Delta 你所思的力 我们所得到的正幅 它的最高峰 正幅 正当的位置的最高峰 跟所思的外力的 这个最大值 它之间 插了一个相位叫Delta 那这个Delta 就是这样求出来 所以这个是你所思的力 这个是你所看到的震荡 那它们差了一点点 好 那这个相位呢 它的 随着时间 随着Omega1 你所思的角频率不同呢 这个相位会不一样 好 那通常我们在研究 这个 正幅跟相位的关系 我们就把它叫做Frequency Response 这以后你们在大二线性系统的时候呢 也会分析很多这样的问题 好 那我们这里呢 就用这个实体例子来看一下 好 那Delta呢 是Arctangent这个函数 那你可以看到 当Omega1等于0的时候 那这个是0 分母不为0 那这个东西会去进行什么 Arctangent 0 就是0 那它就会在这里 然后呢 Omega1呢 等于Omega0的时候 那么 这个东西 Omega1等于Omega0的时候 这会趋近于无情大 那Arctangent无穷大呢 就是2分之π 那就会对应到2分之π 然后接下来呢 Omega1呢 比这个Omega0还大 非常多的时候 那这就是趋近于一个 负的这个值 那 那 这个 它就会往这个方向 这样子跑过去 它就会往这个方向 这样子过去 它是一个负的 Arctangent它就会是负的 所以呢 这个的相位 跟这个的相位的这个差 它们事实上会由 Omega1来决定 它落在哪个点上面 那你如果说 从这个Facer图上面 看起来呢 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这是我们所思的外力 它这样子绕圈圈的话 那X呢 它就是这样绕圈圈 然后呢 它们之间的相位差 这个差角就是δ 然后呢 它们同样都是以 Omega1的角频率呢 一样再绕 那你如果说呢 要求真正的值的话 那F如果说是取 十步 那 X就是取十步 如果F是取虚步 就是是塞函数的力的话 那X也是就是取虚步